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 建会的暴力对决 观众方是 第二道抚战队 对面是 宇哥他们团队啊 宇哥他们团队 应该现在不在花谷山了 之前在福子庙 后来又去了花谷山 现在不知道去哪个湖区 肯定不在花谷山了 那观众方这边 还是大藤什么林的 女儿国标 开了一把抚镇 对面是选择上的212 女儿武装师伯加龙共 对面就那个扫塔龙 咱们之前老做的 那个扫塔龙 现在玩龙共的 他也确实不毒啊 对面是有一把 鸟阵的大客 咱们看看 石头和龙共的伤害 怎么样吧 那石头头上 还带了个面具 什么玩意儿 放下 凝制树 观众方要点杀 鼓励把诅咒之声 小索挂中 石头先变身 现在玩龙共的 特别的少 这玩龙共 现在实在是不厉害啊 对面还开扭刃玩龙共 我感觉这个输出就更 应该会比较差 第二回合 观众方就把 对面的石头 直接拿下 而对男方 这一波善恶的伤害 还不错 观众方即使是 起了一波指 我感谢 親親寶寶 在空女兒穿 親親親親 愛 自行洗澡 双锋对面有一速观浪峰接着点 这波小草没挂中 十多起飞 五千三 两千 好像有点威力的 可以的了 这爪印后期叠加起来威力会更足 对面现在连金刚都没有呢 连一把金刚都没有 继续给效力 这爪印后期变了 后期应该能秒到一个 龙宫四百 龙宫是不行啊 这龙宫还是差点意思了 别的都好说 但这龙宫实在是过不去 龙宫这个坎儿是有点大了 女伍作组合 狙宫 小狙宫 女伍会议 女伍是在期望 女伍是不完全的 女伍在揮受 女伍是不存在 女伍是不存在 女伍都不知道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看一下小死亡 小死亡挂中 2500 小死亡 小死亡 打着打着 死亡又没了 你把三票票中一段 我把三票票中一段 战敌加上 石头那边又没有变身了 官长方赶紧把宝宝补一补 对面亲宝宝的速度还凑合吧 再招 地狱龙宫都加战敌的 官兆万象 有东西 可以的 大唐被压死 官长方有4C 倒地一个大唐 万一再飞一个宝宝 女儿穿 也没了 谁用了吧 在守着大唐的尸体 你别说对面打得还有点凶呢 再上一个练习生 女儿穿 女儿穿直接也被带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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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鱼说一致龙弓打人 确实打不动啊 但打宝博他是真疼啊 再换须迷 这边还是得想办法继续地 还是得想办法继续点上 一听上出来一把金青 肚子精神保一下 小死亡 观众朋友再把石坡给他点一手 石坡先飞出来 有无力气速度 毕竟鸟阵开着啊 然后又遮暴击 带走了 宝宝神有一个 观众朋友压力又小了 啊 这石坡也死过 那么压力就又没有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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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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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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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天地同手继续保地厅 你说的快 法地厅吧 对法地厅人家天地同手 小保一手 对面这个思路没问题 就我打你豪门 我就得硬个头皮硬跟你干 我不能跟你拖拖拉拉的 我就得硬跟你干 抖拖拉拉你肯定是赢不了的 再亲一个宝宝 大方神木又被拿捏 龙宫再卷神木的宝宝 也飞了 有东西 有东西 怎么这么看来 对 好 这么看来这套阵容好像也能用啊 把宝宝扫掉 对面的师父我就压你的人压你的宝宝 也没别的 对面的宝宝 有青蛇关的话还能再点 龙公把他给点了吧 感觉可以把这龙公给他干一干 海盗四千六 起了个龙战鱼 这龙战鱼也算是白起了 我看一下观察方的地府手里 没灵园那就不白起 没灵园就不白起了 龙战鱼也八个回合嘛 有灵园可能就白起了 那对 没有灵园 有灵园 有灵园 那是 未来 先变身 石头继续倒地 得了对面的输出断掉了 现在官方就随便玩 想怎么玩怎么玩 再把孩子清掉 对面由于是进攻型的 宝宝出的太多了 所以对面宝宝效果非常的大的 你再让他冲 他也冲不起来了 也就这个样子 但对面这个思路毫无问题 还是那句话 你跟他耗下去 你又打不赢他 对吧 你跟豪门打 你耗下去 你跟他玩地厅 还是跟他玩硬点 你不管是宝宝还硬点 你都玩不过他的手 你就别跟他耗 你跟他干就完了 我赢了就赢了 输了就输了 输了也无所谓 反正也打不赢你 赢了的话 晚上还能吃饺子呢 无情以前打豪门 就这么一个思路 我硬件拼不过你 我就跟你拼命嘛 拼不过硬件就拼命 金刚再拉一手 小死亡挂中 哎 没挂中 三千六开刀 队友都没法贴 这个伤害 怎么贴 女儿有一作 对面倒是可以辞好 这没有多大的价值 本质上你的进攻 型的宝宝用的也差不多了 沙利皮也用过了 地厅也用过了 就这么点资源 你将对面化身色和武装 每个人就剩下一个宝宝了 这才打了二十多回合呢 每个人就剩下一个宝宝了 墨镜 砸钱砸掉 小死的王 挂了谁 挂了龙宫啊 龙宫站起来先卷一手 这回龙宫又没了 红化身点龙宫 龙宫再倒地 哎 这回龙战月算是白起了 真的是一个龙战月就瞄了一次 女儿喝个酒 磁心吸走 选择了一把金青 磁行也没必要 磁行也就能救起一个失火 意义不大的 再笑一下化身色 武装那边再招 最后一个宝宝也招出来了 观众方也换地厅了 大方也踩着干掉 这个大方踩着干掉 那威力就更足了 虽然贝达克 他毕竟是虎头位 然后又是风天气 师傅要不要先飞一下 万一打着个地厅怎么说 对吧 招宝宝了 对面又是把地厅招出来 师傅那边还触发了一把青石 起风 风对宝宝没用的 对宝宝没效果 大针给了谁 给了对面的女儿村 小死亡也没挂中 一刀 对面继续把战地补上 观众方就不怎么防对面的地厅 那本质上感觉还是对面的地厅 没有威力啊 就没怎么进防过 对面继续把战地厅 对面继续把战地厅 抓住 把战地厅 打托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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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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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啊 啊 沙利皮又站起来了 龙宫也可以站起来了 神木又出发青石了 那就还能点呗 有青石就还能点 石头继续换那一钉 把这沙利皮 哎呦这底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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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蚀加金刚 石头还能飞一次 射魂 降一下伤害 飞不动了 爪印也没了 射魂又给上了 飞不动了 这秒大都秒四强 观众方继续上帝听 把法方清掉 天地给自己的龙龚也来一个 给龙龚也来一个 岁月强控化身似 观众方想压龙龚了 龙龚倒地 小死亡 小死亡 平A 你这是点的对面的女儿 还是点的龙龚呀 我看一下 看这个小死亡 挂的是龙龚 大唐的平A呢 大唐的平A 给的也是龙龚 但是恰巧啊 就是 这个 观众方所有的操作 都是对着 对面龙龚来的 你想点一个蛮血 女儿村 他不可能用平A的 而且对面还有裸汉 巧了 地府的小死亡 大唐的平A 什么的单抽 全抽到女儿村身上 搞得我就一路怀疑 他是不是要连女儿村 就巧了 三个随机 全随到女儿村身上 刚才看了一下 他操作 确实都是盯着 对面的龙龚操作的 这不是盯着女儿村 你这巧的 也有点太巧了 漫天 一压天地 同手的石头 对面收起了宝宝 因为冲 没冲下来 这后边 其实就没必要干了 对战方心里很清楚 我只要把我自己的子弹 我打光了就完了 我该出地厅都出了 刚才石头一直也没有飞 一直在出地厅 我把我自己的子弹 我不浪费 就可以 打不赢也没关系 反正赢点宝宝都不如你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赞 你看对面 还在继续出自己的子弹 这么看来对面 人家的地厅也不少呀 这场比赛没少出呢 再换 你看这地厅多少 好多的 拜拜 拜拜